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平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講一講 這個俄羅斯最期望出現的畫面出現了 是甚麼事呢 就是烏克蘭下起大雪 降了大雪 真是雪上加霜 幾乎作為首都 都有數以百萬計的居民 依然是沒有足夠的電力和暖氣 而且剛剛烏克蘭 亦都是下大雪 全日的溫度是零度以下 其實這件事就是西方很擔心 但扎尼斯基貌似就不多擔心 他就說我們能撐住 烏克蘭 國家能源公司就說 電力生產商最多只可以應付到百分之七十多的需求 因為 真的 這些基建就被俄軍是狂轟 轟爛了 所以 全國各地必須限電或者停電 基庫作為首都 他們的主要能源供應商 就叫做 Yasno 他們的 CEO 就 叫做科瓦聯科 就說 基庫其實都有少少改善 不過依然是相當相當困難 好棘手 他就說 做到最好 這個無事以前的slogan 做到最top 其實做到最好 都要停四個小時點 每日 最少 最少停四個小時點 你記住他說最到最好就是四個小時 如果那天有什麼阻滯或者俄軍 有派一些無人機來轟的話 那肯定會多過四個小時 最少四個小時 你說白天 都還可以最怕你夜晚 最懶惰 深夜那四個小時 這個 電力公司的老總 亦都是在Facebook上面說 如果你一天 沒有 停四個小時電 應該都是你很幸運 這句話都幾 幾心酸 他亦都說如果你 過去一天 沒有 停電過 都說你很幸運 但多過 四個小時 就請你 打電話給電力供應商 其實打都沒用 你真的壞了機件 你打來有用嗎 扎尼斯基亦都說 在上個星期俄軍狂轟之後 其實有六百萬人斷電 20 更加是對烏克蘭造成了 今年以來最嚴重的破壞 令到幾百萬人 沒有電 而且沒有水 沒有電又沒有暖氣 暖氣更加大問題 當然 烏克蘭國家能源公司就說停電 沒辦法會繼續 更加敦促 民眾 要省電 預計 幾乎 這座城市 現在下雪 一直會下降到30號 氣溫就維持在0度以下 這個不用說了 下雪 怎會是暖呢 是吧 當然這個 最喜歡出現的場景就是 隆東 我們經常說的東將軍 就是General Winter 其實其他地方 其他西方國家就叫雙將軍 叫 即是落雙的雙 在General Froist 其實 亦是令人知道的 因為 當然之前 有其他國家要 入侵俄羅斯的時候 就將這個 嚴寒的氣候 二人化 所以叫東將軍 但是 現在的媒體就說 不單止是 其他國家的兵要進入俄羅斯時 叫東將軍 其實 在整個 歐洲 如果很冷的話 對於俄羅斯來說 都是一個東將軍 來的 就是幫他們 打仗的意思 很多時候是聖將來的 是的 另外 俄羅斯還有叫黎將軍 叫 General Mark 因為 其實這種狀況 不單止在俄羅斯出現 因為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輪國 大家氣候都 差得不太遠 因為 對於俄羅斯人來說 黎將軍 就是在秋天下雨和 東春溶雪之後 因為 你的電車很難前進 是的 黏著黎的東西 在戰爭場面上 的的確確 東將軍和黎將軍 在 俄羅斯一看到 中國人的一句話叫 月雪照風年 碎雪 笑風年 應該這樣說 廣東話 其實 對於俄羅斯人來說 一看到落雪 就等於配合 加大推進 這個軍事 或者守好自己的 陣地 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古墓 其實看到雪 俄羅斯回看 哇正呀 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 叫做 好消息 這個也是 其實說真的 為何他要轟 發電設施 供暖設施 就是為了等 東將軍來配合 沒錯你說得對 現在 我想 當然 一些迷信的說法 是 你說天都幫你 但是 客觀上來說真的是 你想想這麼動之下 當然 澤利斯基說不要緊我們繼續推進 上 這個 這個 東北部 勞金斯克 洞涅池克都照去 但是有 東昌軍 有沒有那麼容易 好像 有位作家 就叫做 Alan F. Chiu 他得出一個結論就是 當時 拿破崙和希摩 打算 是精俄 即是精戰俄國 他們都失敗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東將軍 今次 俄羅斯的媒體 在未有冬天之前 他就說 他們的媒體就覺得 東將軍會幫我們 因為他們知道 在冬天的時候 烏軍可能沒有那麼強 而且 而且冬天時候 如果歐盟國家的民眾很冷受苦的話 對於 烏克蘭的援助 他就是緊一緊手 不是鬆手 是緊一緊手 沒有 當時 拿破崙 在冬天 補給是難很多的 這些車都難走 剛才我們也說過 是不是 缺乏補給 有些人太冷 又會生病 亦有人逃走 我相信烏克人 很少逃兵 還有人員 的 傷和離世 所以 拿破崙希望 其實都在冬天之前 已經蒙受巨大的損失了 所以 你要知道 現在 他們相當地開心 第一次東將軍出現的時候 都很久了 就是 在大北方戰爭當中 當時有個現在的小國家 當時有個很強的國家就是瑞典 瑞典國王 卡爾十二世 決定在1707年 攻我 相對 俄軍 採用了 後撤的 這個 咦 這個 很久沒聽過了 但以前 在 一班叫做 我想想 一班 叫做 叫做 記得有個叫毛代堂嗎 記得 毛代堂 最喜歡四個字 焦土政策 焦土政策 不是陳倫老師嗎 不是陳倫老師嗎 不是毛代堂也說過 他也喜歡 OK 這些本土派 什麼城邦派 其實 原來當時 俄軍是採用後退的焦土政策 但是 1707年 到09年的冬天 是18世紀最冷的冬天之一 你知不知道 連溫暖的意大利 都是 好像威尼斯的港口 居然 威尼斯港口在1709年 大霜洞當中結冰 冬天過後 1708年 你記住 瑞典都是冰天雪地 很多地方都是 他們都定不住 所以 原本3萬5千人的 卡爾十二世的軍隊 聽到你都害怕 3萬5千人 沒有了差不多一半 只剩下1萬9千人 在 1909年 當中的 波爾塔瓦戰役 標誌著 瑞典帝國的復活 到了17 21年 的 戰爭結束之後 瑞典就退出了 歐洲一流強國的行列 當然是指軍事上 但是經濟上後來瑞典 當然現在 就是小國寡民 他們都是這樣說 所以 當然 這個你可以有人說 哎呀你迷信而已 但是 還有很多例子 1812年 當時 拿破崙勢不可黨 記住 拿破崙 是被稱為 這個 西方歷史上 最懂得打仗的 幾個人之一 但是 你再懂得打仗 你都是逃悟的 就是你改變不了氣候 那拿破崙 也遇上了東將軍 他61萬的大軍 就是打算進入 俄羅斯 向莫斯 俄軍 其實戰爭當初 是截敗退的 他們 亦都採取了 又是一樣 就是 叫做招 招土政策 其實招土政策 當然跟 本土派的 是不同的 其實他們的招土政策 是一種 軍事戰略 其實 就是表達 是要 他退的時候 把路全部弄壞 即是把那些有用的全部弄壞 讓你 在挺進 的時候有難度 OK 這樣 政策其實是當的一些挺進 這個是事實 我們也看到 那 真是東將軍一到的時候 糟糕了 糟糕了 記住 拿破崙 是61萬大軍 剩下10萬人 10萬人 真的糟糕 是 沒錯 法軍 在同年 1812年 的10 從莫斯科撤退的時候 遭遇了更多 和更 糟糕的損失 歷史上 就認為 寒冬 以及其餘 寒冬帶來的影響 就是拿破崙 這個這麼偉大的軍事天才 是 叫做 慘敗的原因 沒落的開始 沒錯 這個也挺嚴重的 另外 在1918年到19年 協約國干涉俄羅斯內戰 其實也是東征俄羅斯 北征俄羅斯 北部 協約國 和布爾什維克 紅軍 都知道 很快 就會 有這個極地作戰 大家都要加快速度 雙方都是很緊的 資源 大家都擔心 會導致 這個準備不足 搞得很嚴重 結果 冬天 亦都是 為俄羅斯帶來了決定性的優勢 到了1941年 希望 他更加嚴重 就打算 又是這樣做 二戰的時候 由於 德國的行動多次出現失誤 所以國防軍缺乏 好像 東莊 必要的物資 這個也很搞笑 當時就說 哎呀 原來金東呀 衣服不夠呀 事實上 雖然 希摩 的 巴巴羅撒行動 其實巴巴羅撒你知不知道是甚麼人 其實呢 他就是這個 是不是意大利 他是神聖羅馬帝國 這個 皇帝 菲特列一世的綽號 就叫孔虎 其實巴巴羅實際是紅色胡蘇的意思 有沒有記錯的話 那麼 計劃呢 實際上 在鹽東來臨之前 都已經是破產了 但是 他和他的參謀總長都沒有想到 啊 到了 軍事 會戰的時候 會持續到冬天 亦是因為這樣 德軍 未有為可能來的鹽東 做好充足準備 好像不夠 保暖衣服 而且 還有 是凍到 那些 因為潤滑 因為你住在不是很冷的地方 潤滑油有些你都應該知道 有些是冬天用的 其實他們那些車的潤滑油 都不夠 不夠不僅 而且不太適合鹽東用的 事實上 希望的冬線部隊 在冬天開始 開始前的前五個月 都已經 厲害了 就是 你知不知道 市和 加上這個受傷的就是73萬4千人 到了 這個 1941年 11月 27號 當然 他們 亦都承認 我們在 人力和物資上都已經消耗太盡了 一定會遇上一個鹽東 當然 最不尋常的就是 初冬 提早結束 又遇上了黎將軍 當然 黎將軍 亦都令到車很難動 不過 這樣亦都改善了11月初的後勤 而天氣 亦都 稍稍令人感覺 是寒冷的程度 後來當然 這個 希望當然 一拜再拜 所以你知道 對於他們來說 原來 前蘇聯 他們亦都有一套 叫做 冬天 對戰爭的 叫做 戰術 你知不知道他們 是的 在二戰 蘇德戰爭為例 他們得出 和極地作戰的三種因素 戰術一 在 寒冬當中 其實 就是 戰術在寒冬當中 就是防禦陣地 比攻 更加有利 當然是 所以澤伊斯基還說攻呀攻呀 攻呀攻呀 應該就 攻得越入 攻得越急 就衰得越快 以往的經驗就是這樣 是 沒錯 沒錯 所以你要知道 現在東將軍出現 究竟澤伊斯基是不是還要攻呢 那就是拭目以待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